記錄的Procast的這個專輯 然後也順便記錄一些 沒有在平台的資訊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歷史的記錄 就是在這邊可以攝取得到 但有時候是一些當事者 他的經驗 或是當下發生的一些生活小故事 跟當下的事件 match在一起 然後做這些東西 可以藉由一些聲音的專訪 然後來做連結 所以有這個的idea產生 然後我們可以 好 然後我們目前規劃的受眾 就是其實應該是給大家 有一個比較好入手的門檻 像剛剛有提到說 open data東西 對我們一般民眾 其實是有距離的 但是我們藉由 就是現在新媒體 這些自媒體的東西 比較輕鬆的方式 然後讓一些 有可能有一點點興趣的人 聽到就是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一塊東西在運作 然後 有可能是 上架的 你們會聽到的是半個小時的東西 然後是兩個禮拜做一次update 然後 所以它會有一些就是 就是 訪剛的 撰寫需求的量 然後跟 受訪的那個 來賓跟主持人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後製人員 然後我們目前討論到的 可能上架平台 剛剛比較主要討論的是 在Google或是Apple 然後剛剛有提到一些 其他的方向 什麼KBus Spotify 商案 跟Redis類的 然後就大家可以再提供一些意見這樣 然後內容 我們其實 做這個有點像是 炒創 然後建立架構 我們主要是可以建立一個流程的架構 讓那個GOV參與者 之後想要來做這件事情的人 可以利用我們建構出來的模式 利用 然後利用這些平台 然後讓參與者可以 專注在 他當下想要 傳遞的內容 然後 不用擔心這麼多 就是背景的準備事項 因為我們都幫他架構好了 他其實人 只要 我今天有idea 我帶來我的觀眾 我帶來我的訪問者來賓 你們很快就可以進入 那個 聊天的過程 然後把這些想法記錄下來 減少 就是那些硬體的擔憂這樣 然後內容會 目前想到的內容 著重會在 就是參與 曾經現在的參與者 當然未來有計畫的也是可以 然後 跟時事做一些結合 然後用 比較輕鬆跟 有故事性的方式去引導 觀眾進入這個 這個群組的idea這樣 然後 對啊 剛剛有提到就是 他們 整理跟 訪問社群 我們其實也是有一個 另外一種記錄方式 是為了明年 十周年的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里程碑 然後用另外一種 不同的記錄方式這樣 然後 也可以請大家 提供一下 你們覺得想要訪問誰 然後 什麼題目 大家會比較有興趣 然後 有哪些受訪者 可以就是 也 給我們一下一些意見這樣 然後 目前我們想到 因為剛剛就是 討論說 可能會先錄個 幾集 就是大概可能四集 然後了解一下運作模式 然後再 討論一下說 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的 walk這個東西 然後第一集是 以結為主持人 然後 受訪者 是這邊提到的 然後主要的內容是 關於 簡訊 時連制的想法 萌芽 就是 簡訊 剛有提到 我剛剛就還滿驚訝 因為我是很少發 我這種東西 原來簡訊時連制 這個背景的前提 intradition 是從G0V這邊出來的 然後 這東西出來之後 它的期望解決的問題 然後 這個是 一個 其中一個 那個內容 然後 也可以跟 大眾解釋說 就是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我聽到 坊間很多人 就是對這東西 有隱私權的問題 就是 我到處這樣 留 我全世界都不知道我去哪兒了 做該做 不是外做 我事情都知道 然後 這個東西就有討論到 就是 我 也許實連制的足跡 跟隱私權設定 這個東西 然後 給觀眾了解說 這個東西不是你想的 那麼的單純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你想的 要找資料那麼容易 我們是把資料 分散的概念 就是 去處理 我們的個人隱私的資料 然後 也是 好的 然後 也不是非常自信的 所以 這東西可以 以其他技術方式 去做並聯 這樣 然後 我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 希望以 那個 G20V三個圈圈 行動主義開業模式 公民精神 這東西 去做 每一集的主題貫穿 都稍微踢到一點 這樣 然後 還有硬體的 就是剛剛 比較一開始 可能需要 就是建立一下 就是 它所需要的資源 人就是 剛剛提到一些 統籌事前 然後錄製 然後事後的處理 跟上架平台 然後事件規劃 就是 剛剛的那個 採訪大綱 然後 工作時間 可能 就是 目前是想說 一個小 就是約兩個 跟受訪者約兩個小時 前一個小時的聊天 然後 後面一個小時 是錄 錄之後 我們再把它剪成 30分鐘這樣 然後剩下的 就大概是一些 detail這樣 好 那所以 我們先謝謝 謝謝瑞穎的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先下集